火箭第三阵容如此强大,39分后卫加空间行前锋,阿里扎提升业赛其中明天也就是10月3号,修斯多火箭队vs孟菲斯灰熊队的几前赛就要开始了,这是四个之后火箭队的第一场比赛。 可惜的是上赛季在火箭队的一些球员如阿里扎、乔、约翰逊、巴默特和布莱克都已经离开了球队,火箭队新赛季的冲击总冠军之路少了阿里扎等球员,好像少了点什么。 不过在实力上来说,火箭队并没有比上赛季差多少,甚至在球员全面性方面火箭队更强大了。 安东尼、恩尼斯、麦扎威等球员的到来,也让火箭队的下赛季替补阵容更加强大。 火箭队的首发阵容基本上已经确定了,如果像德·安东尼想的那样有格登首发的话,那下赛季火箭队的首发阵容就将是保罗。 哈登、戈登、PJ塔克以及贾佩拉、而安东尼、麦扎威、恩尼斯等球员,将会成为替补阵容里的一员。 安东尼的位置非常有意思,他可能会成为下赛季火箭队大前锋上的替补人选,他也可能会接替戈登成为替补席上的第一的分点。 除了火箭队强悍的第二阵容之外,火箭队第三阵容可能一直没有被重视,毕竟火箭队的第三阵容从上赛季的布莱克、周琪、欧努埃库、RJ亨克等球员升级。 为了新赛季的罗布格雷、周琪、哈尔滕斯泰因、爱德华兹、加里克拉克以及贾伯克洛,看起来好像球员名气都差不多。 但是实际上火箭队新第三阵容更加年轻也更加有冲击力,尤其是得分能力更出色了,上赛季火箭队的第三阵容防守型中锋不少,而新赛季的火箭第三阵容不仅有防守型球员贾伯克洛,更有进攻能力出色的格雷、周琪、加里克拉克。 不得不说的是,火箭队的阵容更年轻也增加了一些得分能力,上赛季在NCAA比赛里,胆草砍下过39分高分的双能后卫罗布格雷,成为了火箭队一号卫上的一个另类球员。 他不仅可以打空位,甚至也可以打得分后卫位置,而且在奈特受伤不能出场的情况下,格雷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箭队麦卡维的第一提补。 他在火箭赛季初期的阵容里,有着重要的作用。 空间形大千锋加里克拉克也是火箭队这个夏天的收获之一,虽然是落选新秀,但是克拉克优秀的内线进攻能力和得分技巧值得撑到,虽然只有六尺八寸身高,但是克拉克更加灵活也更加强壮。 他可以用各种手段去攻击内线,被打、单打、中投和三分,都是火箭队下塞技内线得分的重要保障。 甚至四秋与阿里加风格差不多的小前锋文三特爱德华兹,也非等闲之辈,爱德华兹攻守平衡,本身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弱点。 火箭队在失去阿里加的情况下,能够收获这位阿里加的替身,也算是有所收获。 而爱德华兹的未来前途不可限量,除了上述几位球员之外,还有周琪、卡波克洛等球员同样出色,也就是说,现在火箭队如果有球员受伤,那么第三阵容的这些清一色的年轻球员会马上补充上来,充实火箭队的第二阵容,不是唯一一个好的选择。